在上週的特別主日當中 比爾維爾神牧師說到了一句話 One person can make a difference 改變世界由你開始 更加激烈的火把弟兄姊妹們 我們要在新的一年 繼續為主發光 I saw him for myself 我自己看見 Come on Jesus I saw him for myself 我自己看見他 He was high and lifted up And he was real Just a little kid that nobody wanted 他剛剛被狙擊 對這個沒有人要的孩子 這樣的真實 That my friend is where great vision Always begins I had an upward vision 那是所有偉大的印象 真正開始的起點 我首先要有向上的印象 Are you ready for this? 你預備好了嗎? Are you ready for this? 預備好了嗎? 哈囉 各位親愛的火把弟兄姊妹們 平安 不知道你的2015年新年目標 執行的如何呢? 扎實的屬靈操練 是一切改變的開始 我們邀請所有 渴望以禱告親近神的 所有弟兄姊妹們 我們以禱告來開啟新的一天 更加鼓勵你可以參加 成根陪靈會 時間呢是在2月9號到2月13號 星期一到星期六 上午6點到7點半 鼓勵你來參加 讓你的信心充滿開啟每一天喔 農曆新年就要到啦 主播真的好期待可以和家人 團聚吃團圓飯的時候 但是如果是除夕夜沒有安排 返家的火把人也千萬不要難過喔 因為火把教會就是我們的家 在此呢熱情的邀請你可以和楊牧師 一起共進團圓飯 時間是在2月18號星期三 晚上6點到8點 地點是在許昌街火把辦公室 注意!這一次的參加方式是免費參加 報名截止日期是在2月11號的晚上6點以前 趕快來報名快快快來 留在台北過年的你也千萬不要忘記返家主日唷 2015年2月22號星期天 第一堂是在9點到10點半Wonderland同步進行 第二堂是11點到12點半英語翻譯同步進行 注意!2015年的2月21號週六主日暫停一次 在歡樂的春節假期之後 隔週緊接而來就是228連續假期啦 我們的聚會地點呢一樣是在火把教會許昌街的辦公室大會堂 千萬不要跑錯地點囉! 以下也有教會的開放時間提供給各位弟兄姊妹們參考 2月28號星期六成根暫停一次 晚上主日時間6點20到8點 教會開放時間晚上5點到晚上10點 3月1號返家主日 第一場8點50到10點半 第二場10點50到12點半 第三場1點20到3點 教會開放時間是早上7點半到晚上6點 Amen 喜愛禱告的火把人 如果你錯過了週四的禱告會 千萬不要擔心 永不放棄之週三禱告會 熱烈開跑鐘 教會呢從2月開始特別加開了週三禱告會 在白天的時候舉行 讓我們一起在禱告中 抓住上帝的應許吧 首次聚會時間呢 是在2月4號的早上10點到11點20 地點呢是在火把教會辦公室大會堂 喜恩典 喝燈 甘甜 喜歡唱詩歌的弟兄姊妹們 注意啦 週三師班的招募呢熱烈開跑 也可以邀請你的親朋好友 一起來參加唷 聚會時間呢是在2月4號的早上9點到10點 地點呢是在火把教會辦公室大會堂 2月份的QT筆記本開始辦售啦 每本建議奉獻價50元 也鼓勵所有地兄姊妹們 余會後可以到多功能櫃檯選購 注意 若是所有地兄姊妹們呢 如果你們的手機有4G訊號的話 麻煩請先將它關閉 以免影響整個聚會過程中的麥克風訊號喔 以下呢主播要為各位再次的重複本週Touch News 重點 首先呢是成根培靈會 含有除夕團圓飯 跟春節返家的信息 以及永不放棄週三禱告會開跑 還有週三的師班熱烈招募當中喔 所謂請所有弟兄姊妹們 千萬不要錯過 在這裡呢也鼓勵所有的新朋友們 可以到會後呢到我們的新人區 來更多認識的火把教會 歡迎您加入我們這個大家庭 以上是本週的Touch News 我是主播蘇蘇 我們會後見 好 賺貓 呢 正好 我還沒進學